头89线例行产业道路 长阴大雨摊坊 而被外界誉为全台最烂道路 不过今年来南投县府积极 寄注大量经费完善这条道路 不管是防范崩塌还是路面铺路等工程 也让当地族人相当有感 不过日前有民众向县府举报 在头89线脆轮路段 有一次大规模开挖情形 检举路段约在指标14.6公里处下方 刚好就在时常发生大风塌的地区 不过当地村长回应 因为过去土石都会冲刷到下方土地 现在土值稍微稳定 可能租人想要利用时间整地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上方道路的稳定性 现阶段还有待商榷 现阶则表示 目前已受理检举案件 禁制将会与乡公所等相关 单位限定会刊 若有超限利用 或是山坡地 让肯滥罚情形 将依照水土保持法规定 依法开罚 原是新玩昏迪 南投人爱怎么不到